我有抓過色蘭 我有在捷運站抓過一個 不過也是通過女生屁股的色蘭 我會把它按摩到那個南側的路 然後我就跟著櫃台說 欸欸那個跑進去了 所以趕快叫警察來抓那個 現在可能在廁所裡不知道在搞什麼 去看有沒有它的疫情 但它下面是人 但它那種腳一直摸我屁股 我不以為是會不小心摸到 如果這樣有點吃虧有點久 然後把它先摸到另外一個屁股 後來才知道那個是燒肉 對 那時候才知道 以前還沒有那麼輕鬆 以前不懂 而且誰會到水面上跟你聊很開心 你那些腳一直那麼久 後來才發現怪怪怪的 嗯 在長大再回想才發現 啊 那個應該是 有這樣的體驗 但我也有抓過色蘭 我有在捷運站抓過一個 那個 也是偷摸女生屁股的色蘭 然後把它 它躲到那個南側裡面 然後就跟那個櫃台說 欸欸那個跑進去了 所以趕快叫警察來抓 他現在可能在廁所裡 不知道在搞什麼 去看有沒有他的議題這樣子 就是可以這樣講 他可能很興奮玩跑到廁所 出門一步 我覺得如果有不舒服的 我們男生覺得很多話 我都會說 欸欸欸欸不要啦 就會直接 你會立刻 直接講出來就好 我覺得大家鼓勵大家 如果說對於自己身體的職權 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上面可能是 我覺得可能會女生 或者是因為有一些 職場上面的一些關係 可能沒有辦法都不好意思講 但其實總是可以找到一些方式 用開玩笑的方式 直接的講出來 我覺得直接講出來 對方就會想到 就會尊重 對 因為我有過這樣的經驗 嗯 你贏了或 沒有追到 最後是我追到 對 但我跟那個朋友 還是當好朋友 哦 他如果 敬佛你 對啊 很棒 一起追的 所以 嗯 不是說 誰先 我也一起啊 我是不是 就是一起追 你知道嗎 所以你怎麼進來 你比賽看你比賽到我可以 沒有比賽啊 比賽 我可以跟你當好朋友 因為我是屬於會 讓給朋友 因為我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嗯 我就選擇 退出 然後你去退出 我覺得 最甚至是比較偷氣 對啊 算很喘氣 就是這樣 好多 但我會跟你當好朋友 但是我也 就是也會講態 就是我會跟那個朋友 講出來 就我也沒喜歡他 但是就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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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